大家好,我是奥阳 今天给大家讲一个灯笼的恐怖故事 相传归有一种邪恶的毛山树 可以用人的皮肤做灯笼 以此经过人的灵魂 永世不得超生 1963年帮回那家阿辉被老大熊野干掉 并把他埋在了三衰七败之穴 转世十辈子都将倒大美 而阿辉的女朋友阿珍也没有幸免 他被熊野杀死 扒下皮肤做成了灯笼 永世不得超生 转眼来到30年后的香港 阿辉转世成了一个街头混混 他这辈子果然处处倒霉 出生的时候左手残疾 无法张开 三岁死了妈 四岁死了爹 七岁混社会 打架却总挂彩 帮派混得不好 他就兼职卖牛杂 却遇到小混混找查 打架的时候又被剪刀刺中 上个厕所还染上了病 真是摔到了极点 别人都不和他玩 只有两个小弟没有离开他 还给他介绍了一个帮忙催债的活 把债主都带来了 这胖子一看就肥美得很 老实把脚 这不以前是措手可得呀 阿辉狠话还没说出口 胖子就直接嗝屁了 原来是心脏病发 除了混混身份 阿辉还是一个警察线人 他的合伙人是警察白警官 此时社会老大熊也转世了 这一次他依然还是社会大哥 出套20年之后 他刚刚返回香港 回来第一件事就是抢地盘 和阿辉所在社团 来了一次正面PK 由于阿辉自带没运 社团也跟着倒霉 被打得节节白退 此刻不知情况的白警官 正在外面蹲守 逆鬼阿珍突然出现了 他告诉白警官 戏院有帮派斗殴 另一边 阿辉一眼看就要被众人砍 阿珍又一次出现了 像风一样飘过 成功救下了阿辉 白警官终于赶到 众人被带回警局 接受调查 可熊爷的律师 已经办好了假释手续 熊爷看了眼 警局内供奉的官二爷 随口就说道 你们警察还信官二爷 真要出了事 官二爷也不好使 话音刚落 官二爷神像 随即便裂开了 熊爷认出了阿辉 对他说 这还是第一事 小子慢慢熬吧 阿辉身体一颤 脑中回想起了前世片段 随后口吐白沫 被送到医院 昏迷中的阿辉 梦到了女友阿珍 两人靠在一起 但阿珍却用剃须刀 刺杀了他 阿辉猛然警醒 却发现 床边站着一人 神秘兮兮的对他说 你想知道你是谁吗 你想改变命运吗 找四婆吧 随后便神秘兮兮的离开了 咋看咋像神棍 此刻阿辉两个小弟赶到医院 告诉他 熊爷放出狠话 要杀死阿辉 小弟小胡子 撸走了阿辉的手表 还说要用来换钱去请外援 阿辉感觉被骗 赶紧追了出去 却看到刚才的神棍 已经嗝屁了 医生说 他已经死了一个小时了 也就是说 阿辉刚才看到的是个骨儿 几天之后 阿辉出院了 出院第一件事 就是去买手表 没办法 谁让自己的小弟 如此不靠谱呢 他来到街边小摊 选中了一只手表 而这个手表 正是阿辉前世佩戴的 什么鬼 三十年的老古董 阿辉戴上手表 仿佛着了魔 被拉扯着四处乱跑 最后来到了一间破旧的房屋里 原来这正是阿辉前世的家 此刻前世的画面 不断在阿辉脑中闪现 阿辉感觉不对劲 找到了之前神棍提到的四婆 四婆一番检查之后 就明白了 阿辉上辈子 是被人埋在了三衰七败血 于是通过魂米 让阿辉看到了前世画面 原来阿辉前世 是熊爷手下的律师 这一天 他替熊爷给熊爷的情妇 霍尔姐送礼物的时候 正好遇上了霍尔姐的师妹 阿珍 瞬间就被吸引了 不可自拔 霍尔姐是个戏子 经常供应阿辉 阿辉并不感冒 私底下却开始和阿珍 频繁约会 却被霍尔姐发现了 一怒之下掀了桌子 就在此时 魂米被打断 出现了一个红发棍 惨白的手从水培里伸了出来 多亏四婆法力身后 救下了阿辉 随后四婆开始尝试 召唤阿珍 却发现阿珍仿佛 被什么东西给困住了 原来之前阿珍之所以能出现 是因为灯笼突然熄灭 现在熊爷已经再次点灯 将阿珍封印 这边四婆却不甘心 感觉一身法力受到了侮辱 正要继续召唤 白警官却突然冲了进来 说四婆搞迷信 接着就把四婆给抓走了 临走的时候 四婆还不忘为自己证明 让阿辉用自己的血来召唤阿珍 阿辉还真相信了 他咬破手指 把血滴在鸡蛋上 阿珍所在的灯笼 果然发生了变化 可没想到 还没等大功告成 阿辉却因失血过多 昏了过去 会面中的阿辉又一次见到阿珍 看来滴血果然管用 阿珍说起了那段往事 上一世 熊爷和阿辉经常去戏院看戏 白警官的前世 小白也是在戏院长大的 阿辉对他很好 当时小白还承诺 将来一定会报答阿辉 另一边 阿珍经常被霍尔姐训斥 熊爷一边安慰着霍尔姐 私底下却经常调谢阿珍 这关系乱套化 霍尔姐喜欢阿辉 阿辉喜欢阿珍 霍尔姐是熊爷的女人 熊爷也喜欢阿珍 阿珍真正喜欢的是阿辉 阿辉是个卧底 他一直在熊爷身边收集证据 他答应阿珍 等熊爷扶法后 就带着阿珍远走高飞 可不光熊爷不答应 霍尔姐也不答应呢 此刻霍尔姐上门 正好碰上了甜蜜中的阿辉和阿珍 他发疯一样追打着阿珍 阿辉正想上前劝解 却弄巧成拙 杀死了霍尔姐 形势所迫 阿辉不得不提前带着阿珍跑路 临走的时候 他把自己辛苦收集的证据 交给了自己的老师 可没想到的是 阿辉的老师早已经被熊爷收买 东窗事发 阿辉很快便被熊爷的手下杀死了 阿珍不愿被侮辱 在阿辉的身边自杀了 死前的时候 在阿辉的左手写了一个情字 为了阿辉左手之所以不能打开 正是因为他手里有这个情字 他要紧紧的握住 阿辉终于想起了前世所有经历 两人紧紧抱在一起 人鬼情没聊 阿辉决定找白警官帮忙 还和白警官说了很多前世的事情 但白警官根本不相信 就在如此尴尬的时刻 白警官死去的母亲突然出现了 让白警官一定要遵守诺言 不然就把他带走 这一次白警官是彻底相信了 他们首先要做的就是要找到三衰七败血 挖出阿辉前世的尸骨 随后阿珍上了白警官的身 带着阿辉去找尸骨 找到之后却尴尬的发现 之前的三衰七败血上 早已盖了一间赌场 而三衰七败血就在赌场的毛坑里 尴尬呀 接着阿辉开始在桌上打牌 吸引重人 但他运气是真的差呀 一直输啊 白警官则跑到厕所 开始跑毛坑 随着骨头被挖出来 阿辉也开始转运 终于赢钱了 可坑里埋的不仅有阿辉前世尸骨 还有会儿者的鬼魂 正是红发鬼 不知道是不是雄年要刻意成全他俩 前世竟把他俩埋在了一起 面对红发鬼 两人是毫无招架之力呀 阿辉赶紧给四盘打电话 四盘不是早就被抓走了吗 四盘在电话里开始念经 那是真好事啊 把红发鬼都赶跑了 阿辉终于摆脱了美运 第二天 白警官也就是阿珍 找到了熊爷的爸爸埋葬的墓地 一看就是风水宝穴 他把老人家的尸骨挖出 把前世阿辉的尸骨埋葬了里面 老人家的尸骨则被放在了三衰七败穴 另一边 阿辉在小弟的帮助下 找到了阿珍的灯笼 可小弟为了掩护阿珍 被熊爷残忍杀害 阿辉拿着灯笼逃回家里 但很快就被熊爷发现了 祸不单行啊 此刻 红发鬼慧姐再次出现了 阿辉是差点嗝屁啊 关键时刻 终于打碎镜子 用折射的光消灭了红发鬼 此时 阿辉手下小胡子 带着外援上门了 原来他还真是去找外援了 他们轻松解决了熊爷手下 可最后还是让熊爷带着灯笼逃跑了 熊爷在灯笼上贴了黄符 再次困住了阿珍 接下来几天 熊爷开始倒霉了 他的股票大跌 资产被冻结 就连手下也差不多被警察撞光了 熊爷这才发现 自家老爷的尸骨被调换的事情 他知道 这个时候不能动手 不然定有血光之灾 熊爷害怕自己被干掉 聪明的他来到警局寻求保护 而此刻的阿辉已经情非昔比 转运之后的他和社团大佬混成了兄弟 这一遍 阿辉带着众人来到警局 向熊爷索要灯笼 还说不给就干掉他 熊爷哪受过这样的气呢 直接掏枪绑架了警察官员 把多余的人都赶了出去 开始展现真正的实力 也不知他练了什么邪功 刀枪不入 起了怪了哈 有这能力还需要警察保护 众人不是对手啊 此刻白警官出现了 拿出了四婆 早就安排好的童子尿 呵 这气味 熊爷是娇躯一阵 浑身颤抖 此刻阿辉手持匕首 再次冲了上去 但很尴尬 匕首再一次断掉了 眼看阿辉就要被玻璃插死 此刻一阵风袭来 灯笼上的黄符瞬间吹掉 阿辉再一次冲了出来 别看他表面上威风凛凛 但实际上 熊爷趁机点燃灯笼 小样来啊 魂飞魄散吧 眼看似他女朋友 就要领盒饭 阿辉终于爆发了 他利用关公神像的碎玻璃片 杀死了熊爷 这玻璃片上画的 正是青龙眼月道 阿辉最后还是走了 魂飞魄散 消失在阿辉的怀抱里 故事就这样结束了 故事最后 阿辉和白警官 过上了没修没造的幸福生活 好了 我是老杨 我们下期再见